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周的惯常活动 蔡太太今年59岁 有三个儿子 三儿子刚刚大学毕业 在蔡太太的口中 三个孩子孝顺 心细 善良 会照顾流浪猫狗 会说笑都太开心 旅行时总会给她带回 她最喜欢的手工手带 但蔡太太的幸福时光 却在6月之后戛然而止 她的孩子们变得暴躁 家里多次爆发争吵 她们对母亲恶语相向 多次摔门而出 甚至退出家庭群离家出走 蔡太太的生活突然跌进了一片孤独里 6月份就很多示威游行 我小孩在6月份就出去游行 我曾经阻止她叫她不要去 她很大反应 很恶地说我 我是很不开心 因为我也是跟她吵完之后 个人很不舒服 我坐在那里觉得头昏 说不出话 但她见到我说什么 她都没有理我 便爬门就走了 那段时间我已经很伤心 几天后我小孩搬走去大小孩居住 我也觉得更加心痛 感受到什么叫 我心点痛 我心里好像 拉住 我心疼到我爷妈完全睡不到 这边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孤独的妈妈 自6月以来 香港反对派和部分示威者 借和平游行集会之名 进行各种激进抗争活动 在他们的煽动下 部分香港青年和蔡太太的小儿子一样 走上街头 参与到游行队伍中 这让蔡太太忧心忡忡 她担心队伍中孩子的安危 更担心孩子在别人的煽动下 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 然而 更令她沮丧的是 除了上街游行的小儿子 另外两个儿子 也因为与她的意见分歧 而孤立了她 他们之间不说话 不沟通 不联系 不见面 修理风波似乎在孩子与她之间 筑起了一道墙 在痛心和孤独之外 蔡太太更添了一层无理感 很不开心的一段时间 周边朋友 每个家庭都有些问题 孩子和孩子 要么就完全在家里不谈 电视不看 不去接触 有些就激烈到大家打架 老爸和孩子打架 有些就只是搬走了 看回很多家庭身边的家庭都有问题发生 这些政治事件为何会影响到自己家庭的关系 家庭应该是最亲密的 但这应该可以影响到他们这么大的转变 有时我都想不通 怎么说呢 其实香港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很有正义心 或许是接触信息较为片面 或许是明辨是非能力较弱 亦或者是因仗义直言 易冲动的性格 或是凭被朋友的影响等 每个睡不着的夜里 蔡太太都试图去分析 孩子变化的原因 对孩子的变化 他告诉记者 他想不明白 不敢相信 但有一点他很肯定 有一只黑手把儿子推上街头 绝对有 绝对是有 他经常都在连登网 我才去上连登网 我小子就 经常都上那些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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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信息 始终是小朋友 他们一时可能受到人家误导 还有可能 有一些偏颇的言论 比如说 那些差努打人 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就 值得意粉难填 但他们不知道 原来前面旁边 已经订钻砖 订钻铁 这个政治问题 除了影响整个社会 影响家庭 朋友之间 很多都撕裂了 所以我心底下是很生气 泛民那帮人 真的很恨他们 退一步 或许母子今的关系 便有缓和的余地 妥协便能得到 与孩子对话的可能 但蔡太太 却从没有动摇过 对于我 我自己的人 都是比较 硬颈 我都不会退让 因为我自己的立场 我是自己中国人 我一定不会退让 我也认定他们 是做一些反国家的事 我都不喜欢 我告诉他们 不要踩着年轻人的私体上 不要为了你们私人的利益 不要利用年轻人 我只希望他们说 叫他们收手 人人吧 是蔡太太目前 唯一能做的事 她有意识地避开新闻 给自己找一些搞小片 也开始尝试找朋友聊天 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她相信风波总会过去 孩子们总有一天会回来 她至今仍记得 母亲节时 儿子送给她的玻璃玫瑰花 记得她生日时 大家一起吹蜡烛 切蛋糕的画面 也记得做完饭后 儿子们帮着 做清洁的样子 她希望孩子们也能记得妈妈 希望他们早点回家 我们的关系很好 她常常跟我聊天 说她心底说话 我们有说有少 我们节日就去吃饭 整家吃饭 喝茶过来 去喝茶 我很开心 真的想不到 竟然因为这些事 将我们家里 终于搞得散了 她一向都有家格 她有礼貌 很正直 很善 从来都不用我担心 读书 从来都不用我担心 不知道她们要平平安安 这些事过后 就回家喝汤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